今天是端午節 大家都辛苦了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公佈 接受有本土的案例是 185名 那死亡的是26名 在雙北 在新北98例 台北 是42例 基隆14 桃園10例 苗栗7例 花蓮4例 彰化新竹各3例 宜蘭2例 台中 四雲林各1例 那死亡的是有15位 死亡的有15位 那整體的病例確實 這幾天看起來是 整個確診的病例 看起來這幾天是比較平穩 整體不管我們從這個 這個發病日來看 從採檢日來看 確實 這些都有 是有往下的一個趨勢 那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跡象 那尤其在雙北 在雙北 確實這個整體的發展也朝向一個好的方向 來發展 我想這都是這段時間大家的一個努力 但是仍然不可以 也不要鬆懈了 這一定要大家一起把它撐住才行 那對於 國籍的航空的一個 航空的基礎人的管理的情況 在7月1號 那這裡面有稍微的一些改變 那最主要 最主要的改變 是在沒有接種疫苗或接種一劑疫苗 未達兩週者 那就要採7天的居家檢疫 那結束日的時候PCR的檢驗 然後再加7天的加強版的自主 健康管理 那第14天要做抗原快篩 那如果是接種一劑疫苗 切滿兩週 尚未具有 完整的疫苗保護力 有一個初步的保護力 那我們要變成是5天的居家 檢疫 百分之是3天 要改成是5天 那結束日PCR的檢驗 那9天的話 加強版自主 健康管理 那9天 14天 都需要做抗原快篩 那大家也看一下 就是在苗栗廠的 苗栗相關的電子廠的群聚 那現在我們的整體的篩檢的效率提高 範圍也大 我們大概從6月4號 起到現在也開設了 大概 究竟超過10天 那我們去大概最近 大概6月11 12 那在 在電子港最大的這個篩檢 總共是 5000人左右 大概49 47人的PCR的檢驗 那有4位陽性的確診 那確診率 現在是0.08 那6月15號 明天 那會對外到中央 到我們的基監所檢疫的 包括竹南6個廠的高風險居家隔離 移工進行第一次的採檢 那人數約1,425名 那這個大概可能 因為它是一個 在高風險那時候 我們把它隔離開的 那雖然現在目前還沒有任何的一個情況 但是也預期因為 這些風險比較高 那可能確診的人數會 比較多 好 最近幾天 包括在 網路上 也很多人 的一些關切 或者是有專家 外界其他的專家的一些建議 說是不是可以使用這個抗激生蟲的藥物 英文叫 中文可能翻成 疑惑菌素 那是不是對於這個 COVID-19的治療有好的成效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證據顯示這個 Ivermectin是有降低 COVID-19病患的死亡率 也沒有降低他的插管率 那也沒有可以加速病毒的清除 縮短 住院天數等等的這些效果 當然 最近比較被指出來的 或許 有一篇比較新的一個文章報導 好像看起來 是有效 那在我們專家 諮詢小組的委員 也仔細的檢視了 最後這一篇的報告 那一致都還是認為這篇的報告 其實他所引用的一些 研究 基本上那個數量 個案數量都是還是非常的少 整體的證據率還是不足的 那所以還是 在今天的會議決議裡面 還是不建議 常規使用這種藥物來預防或治療 COVID-19的感染 也是在這邊呼籲民眾 不要自己去買這樣的一個藥物來服用 那可能反而會出現副作用 造成傷害